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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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大家好 早晨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時 今天為何用早晨 因為11點左右 我都很少這麼早出門 今天去哪裏呢 去油麻地 找酒樓飲茶 現在在油麻地地鐵站 首先出這個C出口 大大的C字 接著上扶手電梯 出口了 現在面向彌敦道 出去就轉右 其實會見到這間 台灣港糧輕食品 這間很久歷史 轉右再直去 直走就去到上海街 再和大家慢慢說 到了上海街 上海街就轉左 然後轉左一路直走都是 一路走下去就去到縱方街 走到香港海景 斯麗酒店 前一點 就是一個燈位 燈位接著轉右 其實大家都應該認識 這裏梁顯利油麻地 社區中心 前面就是廟街 整天晚上很多人擺檔 我們現在先轉右手邊 馬路 其實還有幾步路就到了 不是很遠 走多幾步 前面的路口位就是 今天介紹的是甚麼酒樓 答案就出現 喜然酒家 又是這間 其實這間要很久了 我看到點心 現在好像挺漂亮 挺有趣 挺好吃 我上去再和大家慢慢聊 它有樓上瓦座 轉個彎就是這個門口 可以走上海街 這裏的價錢是這樣的 小點13.8元 中點20.8元 大點23.8元 頂點28.8元 以及特點30.8元 今天有很多東西都沒有 是粥、腸粉這兩樣東西 因為要師傅製作 就變成沒有了 其餘點心是 只有牛泊葉粉那些沒有 就看看我們叫甚麼食物 不做我聽說不做 今天是拉士 因為做不到藥 噢 剛剛聽到 原來今天是拉士 做不到藥 我們今天是吃最後一餐 我只能介紹你們 來不了 這個湯麵 還有飯 燒美飯 你也要介紹一下 其實說真的 已經是今天最後一天了 我這個也是歷史見證了 還有一些懷舊下午茶 我都試不到的了 還有BB夾套餐 還有一些小菜 給大家看 做一個紀念 我們點完食物再和大家慢慢聊 看看餐具也挺有趣 工雞也挺漂亮 碗、杯、筷子 筷子沒有了 筷子和茶壺 都是有的工雞 挺漂亮的 食物就點了 為甚麼會有罐可樂 我們不是瘋到喝茶也走去喝罐汽水 我告訴大家為甚麼會有罐可樂 當然下面是有關OK的 我們也不會瘋到在OK買的 OK在哪裏 OK就是在這裏的對面 稍後再告訴大家為甚麼會有這罐汽水 說說為甚麼會有這罐汽水 先看看這個 今天最後一天 我真的想不到上到來 竟然是跟他吃這個最後午餐 今天再看看我們點了甚麼 我們點了四個點心 醬黃蒸鳳爪 豐味牛肉球 金珠鹹水角 蜆介鱗魚球 還有一個菜魚牛河 因為這是特價 它叫68元 送一罐汽水 所以就有一罐可樂出現 就是這樣 這間其實前身叫做輝煌樓 它的名字也沒有改的 你看看 它雖然最後叫喜宴酒家 但這間也是叫輝煌樓海鮮酒家 這碟是顯介鱗魚球 一碟38元 有6粒 我們在點心的紙選擇 介紹一下鱗魚球 鱗魚球表面你也看到 炸到不是金黃色 跟點心的紙的照片有點出入 但老公剛才插開了裡面 給你們看 那些鱗魚肉真的很彈牙 質感咬下去 爽滑彈牙 裡面的餡有很多芫荽 還有蝦米 蝦米都凸在臉上 另外有很多果皮 這塊也看到果皮 其實果皮 這裡也有 旁邊也有 還有本身插開了那塊 裡面也有 有幾個地方也有果皮 所以其實它配合起來 有芫荽 有蝦米 有果皮的味道在裡面 是很好吃 另外說一下 顯介 顯介也有鮮味 它不是死鹹死鹹的那種 除了顯介之外 它也有些薑絲 有些果皮的味道在這裡 整體上的配合 點下去是會覺得 提鮮 就不是提鹹 鱗魚肉 已經混了一些材料 去攪拌勻的時候 去達過 還有本身有些鮮味 還有鹹味在裡面 所以點起顯介的時候 是不需要再加很重的味道在裡面 大家不要介意一下 我剛剛咬開了一個 顯介鱗魚球給你看 就是這麼巧 就是有這三樣東西 有蝦米 有芫荽 還有果皮 我講講這個醬黃蒸鳳爪 終點22.8 一碟有五隻 看顏色水 色水就真的不太吸引 因為很淺色 好像雞掉進水 油水 雞腳在洗得乾乾淨淨 它的顏色就不是比較紅 比較看上去比較好看 但是換個角度說 就是這些顏色會少一點 因為始終那些紅色 或者橙色的顏色 都是一些顏色 好像炸大腸 我試過問的 為什麼炸大腸沒有那種顏色 其實炸大腸的顏色是什麼呢 那些叫食用色素 是食用 可以把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可以變成橙色 變成紅色 可以變成很多顏色 當然我這些都沒有買過 因為如果你要買顏色 令到它有這種顏色 我覺得不想買來做 如果你是用一些 譬如是豉油 或者用一些炸的方法 令到它變顏色 那就另一種 等於你穿完會變成橙色 這顏色是自動的 不會是因為你染色 染到它這樣 所以就知道這些東西 再看看 它這裏都是花生餅底的 不會是山竹或餅底 花生也不會太多 但這個味道它做得很好 它不會是因為淺色而沒有味 看起來真的比較差 吃起來也不差 而且它的骨也算得了 即是它炸鳳爪 做虎皮做得很好 當然 看起來也不是很突出 這個真的蠻好吃 這碟是豐味牛肉球 屬於終點 價錢是20.08 一碟有三塊 它也是幫我們淋了一些潔汁上面 想介紹一下這個牛肉球 真的遲了來吃 應該早點來吃就好了 如果早點來吃 我可能會來吃第二次 因為它味道吸素 彈牙的口感 可以比味上 21和起鑊 這兩間是差不多頭一頭二名的 它居然有做到這個級數 牛肉本身有牛肉味 它彈牙又做到 也放了很多果皮 加上它再配合了很多蔥 和一部分是鹽西 都放了在牛肉球 它只是欠缺了馬蹄 但它彈牙的口感 和牛肉的味道 一點都不輸蝕起黃 和上21 所以加上那個潔汁 它那種潔汁也是很好吃 所以整體配合上來 肯定是頭三格 只不過它是真的欠缺馬蹄 它墊底那裡 它不是用山竹墊底 所以名字都改了 是叫風味牛肉球 墊底是類似菜心葉 墊底也不是西洋菜 剛才我吃完之後 就叫我老公快點吃 那你有什麼感覺 它的果皮味很厲害 不會像上次去荔枝閣那間 做個交叉的果皮 我就覺得真是被它吹脹 別人這裡 真的你一咬下去 就吃到一粒粒的果皮 而且它的牛肉真的很大牙 很好吃 老婆提提我 上次提過逼荔魚 真的不妨不去荔魚 真的被它玩 我玩到妥妥力 我們今天就是試了 最後牛肉球 不失為一個水準之助 金豬鹹水閣 小點來的13.8有3隻 也是剪開了 裡面的材料很漂亮 有叉燒粒 也有些醬汁 還有一些韭菜 唯一一個閉嘴 還是皮會比較黏了一點 就是比較黏牙 不然裡面的餡料是很好吃 我們介紹了幾樣東西 都還是很熱 裡面的餡料是很熱 我想炒開 還是出煙 它真的挺熱的 新鮮炒給你 很好吃 不會保持冷 但問題是 它這個就不知道為什麼 粉漿可能會混合得黏一點 看看碟 這碟也是有公雞碟的 這裡的氣餅 所以它只是氣餅 也浪費了不少錢 我覺得還是好吃 這碟是菜園牛肉炒可 一碟是午市的價錢 68元 贈送了一罐裝飲品 我們算了可口可樂 介紹一下菜園牛肉 可粉底是辣的 所以你也看到有焦香 焦焦的面子 另外是兜亂來炒 所以你看到醬汁都上了每一條可粉 有色水 有味道 味道也調配得很好 有少少蠔油味 再加少少生抽味 另外它可粉底除了用鑊辣之外 它再加了一些蛋來兜亂 所以你看到有些蛋漿在可粉邊 就會增加少少香氣 不過不好處就是 不會辣到可粉的焦香味那麼突出 因為你加了蛋漿之後 是容易炒一點 而且如果你的油份夠 變了你不會黏鍋 介紹一下它的滑牛 它的滑牛真的很多舊 但它又不是用梳打粉 或者是鬆肉粉 刺激了很久 所以你看到牛肉質地 仍然會霉了 不會淋到一坨 還看到橫紋切的效果 還有很大片 很多片 我們已經吃了幾片 所以還有很多 口感 還有牛肉味在裡面 而且會輕輕爽得來 軟身一點 容易咬得爛 但還是要用力咬 不會說一杯就已經散開了 另外它加了幾條菜心來炒 整體上的味道都調配得很好 唯一不滿意它 就是它辣的味道 它是有辣香度 但是不夠焦香味 沒有我們上次在晚發 我老公說想追著來拍那碟菜軟牛可 那麼香 那種味道是飄出來 讓它聞到 它的鏡頭想搖過去再拍照 但是這一碟是香得來 是淡香味 你同不同意嗎 當然上次晚發那碟 當然是差很遠 因為一走過 已經聞到那股香味 是很吸引你上去吃 而這一碟出來的時候 是聞到那個香味 但是完全沒有那種吸引力 令我立刻想吃它 來個美人招京 今天吃了很少東西 因為其實人家都沒什麼賣了 所以我們決定一會再吃下午茶 吃著點東西 先說一點點東西 現在說到最後的食品 說到最後的食品 今天來這間喜鹽酒家 其實今天想上來試一試食 為甚麼 因為OpenRise那裡都看到蠻好的食物 我也看到蠻漂亮 還有上次上星期來走過 看到下面的點心 還有那些下午茶都不錯 還看著他晚上會不會有套餐 可以來吃 但是今天上來 竟然一坐下 他就說 今天師傅沒有回來 有些東西就沒有製作 然後我以為 可能今天師傅不回來 不製作這些東西 突然另一個人再來落單的時候 就說 今天是最後一天 因為舖租談不定 明天就會結業 我就以為那些食物 應該都打過折扣了 其實說 唉 少點東西 應該都不會太好 沒錯 食物全部出來 都質素至上 我覺得雖然他沒有製作 所有服務員 所有師傅 都做得很好 不會因為最後一天 明天不做 這些就叫經驗 糾炎 跟一些現成在做的人 應該要遮掩 人家不做也做得那麼好 你還在做 你還做得比別人還差 你說像甚麼樣子 是不是 其他東西讓我老婆說一說 其實試完 就是有一次我們走去果欄 想著中秋節前 就買點水果 經過這個角落頭 剛剛就在梁顯利斜對面 這間酒樓 其實我以前前身 是來過很多次的 因為我以前都說過 我媽會帶我去尤馬地 酒樓會喝茶 幾十年前 這間叫金華樓 金華樓 就是我媽最喜歡吃的 除了有山豬牛肉之外 就是雞絲粉卷 我第一次吃雞絲粉卷 就是在金華樓 所以我看到他 原來結業了幾次 仍然是在酒樓 所以我老公在樓下留意了餐牌 看到他剛才介紹的餐 是挺好吃的 還有食物賣上都可以 再按Open Rice 來說是讚好 所以也覺得 不如來這裡一試吧 而且這間酒樓 除了我媽而是 帶我來叫金華樓之外 後來我又吃過一間私房菜 它是在住宅樓上做私房菜 都在尤馬地 就叫培記 以前是吃蛇煙的 我也有介紹過 它的芝麻雞真是一絕 吃了很多十次 都是好吃的 包括我老公也吃過的 是不是 吃過 現在當然那間店已經沒有了 那間芝麻雞是好吃的 當然這些隱世的東西 不是說這麼多人會知道 可能有些人會知道不奇怪 但是這些煙過去了 現在只可以看看什麼特別的食物 除了他煮的芝麻雞好吃 還有蛇煙 火銅雞燉刺 都很出名 後來老闆 就看到住宅那裡 好像想收回樓 他就頂了金華樓 做另外一間酒家 但當時不是叫喜賢 是另外一個名 後來老闆又退休了 因為老闆太老了 他說那些伙計全部煮東西都很厲害 還有很有心機招呼 他又退休 結果他就沒有做到 又給第二個接受 所以其實這個酒樓 他是經過很多手轉手 直到現在叫喜燕樓 其實老公都可以拍張單給你們看 喜燕樓前身就叫做輝煌樓海鮮酒家 他現在仍然在用輝煌樓海鮮酒家那張單 所以立即印仔那張單 所以其實他在這裡轉手 轉了很多手 但我看到他仍然是做酒家 又有這樣的水準 就想你試一下 我們平時的戰鬥力 一定不會叫那麼少點心 除了今天是因為結業 我們不想叫那麼多給你們看 因為我們介紹完你們都沒得吃 但我就想試一下 不是蝦餃燒賣的點心 看看有沒有其他點心都好吃 還有懷念一下 一會兒我們會再去吃第二餐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介紹給你們 這餐就變成唯一最後的一餐 就是可以見證一下 他真的最後做的那一天 這間我猜不到他的水準不差 尤其是食物 最讚是牛肉球 我覺得他是真材實料 包括炒河粉、鯪魚球、牛肉球 還有鹹水果 他一點都不合格 我想說我讚他的是什麼呢 我讚他除了小菜部 炒粉麵飯的小菜師傅 另外點心部的師傅 都是一流 起碼是水準之上 不是一般水準 不會像我們上次介紹的利星 雖然我們沒吃過他的小菜部 只是吃他的點心部 是差那麼遠 應該是兩邊平衡一點就好一點 雖然不是叫你全部都做到很好吃 但是也不會說一個高得來是100分 一個是負分負得很重要 我覺得如果一間食肆 你要請點心師傅 或者是小菜部師傅 你都要比較平衡一點 我今天講的是這麼多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 拜拜